阿托罗比丘提出了五世 总的来说可以归为十大问题具有代表性 听到这十个问题都会吓到 这都是刀刀致命的问题 都是地动山摇的问题 对于这十个问题 每个部派都有自己的回答 也因此形成了各部派他自己教理的特征 大概在佛灭后一百数十年 具体的是公元前137年 就是因为阿玉王时代 他是已经有十柱来记录时间的 第七百集结之后的几十年 在华士城 阿托罗比丘提出了五世 五件事 后来史料多称它为大天五世 正是这次大天五世 导致上座与大众比丘的分裂 这是第二次上座比丘与大众比丘的分裂 就是我们说在费舍离 那第二次他已经分了 这是第二次更大的分裂 而这次分裂是北传佛教认为部派佛教根本分裂的标志 大概说一下 大天五世 它主要是涉及到阿罗汉的性质 身心 证悟 这之后出现的理征就更多 比如说北派著名的典籍诚实论 就对部派论征 就部派理征所有的问题 做了一个归纳 归纳出很多问题来 总的来说 可以归为十大问题具有代表性 就是部派分裂的理征 在诚实论里有十大问题 而部派佛教 常常因为对这十大问题的回答不一致 而产生了分派 比如 我们大概简单的过一下 就不用深讨论了 第一个 就是来世的有无问题 就是如果法现在是实在的 那么过去未来是否亦实在 这个问题涉及到这个刹那论者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一切有无问题 就是一切法 包括事物 法包括事物 是否都具有实在体性 这个问题就是 是否为实体论者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 叫中因有无的问题 中因有无的问题 我们在佛教通史的藏传里讲过 什么叫中因 就是人死立后 他在投胎之间 这有一个过渡状态 这个时候 这个灵魂 或者说这个普特加罗 到底在哪里 这个阶段就叫中因 中因的有无问题 第四个问题 叫 宪观 贱德 顿德的问题 什么意思 我们用中国话讲 就是顿悟与建悟的问题 因为你修行解脱道的人 如果要成为圣者 你必须要正悟四地 就是苦极灭道 宪观四地 但是关于这四地 你是一下就苦极灭道 都明白了 还是先明白了苦 再明白了急 他有一个贱德顿德的问题 那毕竟是四个问题 你一次都懂了 还是一个一个的懂 这就涉及到 就是顿悟与建悟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 是阿罗汉是否退转的问题 就是退不退的问题 就是说你一旦成了阿罗汉 你能不能再倒回来 比如说你做了阿罗汉 然后你又干了坏事 你还会不会退回来 阿罗汉是否会退转的问题 第六个 我们在佛教哲学里讲过 如果听得细的话能理解 听得不细就不能理解 它涉及到说一切有步的 一个重要问题 叫随眠与心相应不相应的问题 随眠是什么 就是烦恼 随眠与心相不相应 因为随眠是烦恼的根源 它可以生烦恼 就它不是烦恼 它是烦恼的根源 它能生烦恼 那我们想 随眠生了烦恼 那心也生了烦恼 大家懂什么意思了吗 随眠等于烦恼 心等于烦恼 就都生了烦恼 那么随眠和心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呢 是等同的关系吗 等号右边都一致 等号左边一致不一致 于是 随眠和心的性质一致不一致 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大家不明白 它为什么会很大 因为随眠是生烦恼的 如果它跟心一致 说明什么问题 那么心性就本来不静了 因为你心和随眠是一致的 那心性就不静了 如果随眠和心不一致 那心性就可能是本静的 就是它涉及到一个重大的佛教哲学问题 就是随眠与烦恼之间是否相应 它涉及到心性本静和不本静的问题 如果随眠和心不相应 就是随眠和心的性质是不一致的 不是一类的 那就可以成立心性本静说 心性本来就是静的 因为随眠 生烦恼的随眠跟心不是一样的吗 否则心性就是非本静的 大家明白 就是说这个随眠与烦恼心相应不相应的问题太大了吧 实际这在一切有部里头 它是一个特别重大的哲学问题 第七个 还是一个心性本静与不本静的问题 但是它又推了一步 它马上就要涉及到这个佛性问题了 心性下一步就要涉及到佛性问题了 第八个 是以报业还存不存在的问题 什么叫以报业还存不存在 业必受报 那就业是如影随形 一定等着报 但是如果它报完了之后 它还存在不存在 已经受报的业 是否还会相续存在 第九个问题 叫做佛陀在不在僧术的问题 佛陀在不在僧术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佛陀已经成了无上正等正觉 他脱离了三界轮回 不在凡夫范围 既然他不在凡夫范围了 他还是不是僧人 他在不在僧的范围里 实际这个问题暗含要表达的是说 佛陀他在不在人数的问题 就是他还是不是人的问题 这涉及到佛陀是否已经脱离了人 及众生范畴的问题 大家觉得这个问题不大是吗 这个问题也很大 因为这个问题暗含着 佛陀是否成了神的问题 第十个也很大 人我有无问题 就是生命没有内在的恒常 不具有可分割的主体 这个我们在佛教哲学里 反复讲过了 就是一个业力承担的 普特加罗的问题 就如何看待佛教的无我说 无我那谁承担业力的问题 这个哲学命题太大了 我们就不讲了 这就是诚实论提到的 不派佛教经常产生分裂 总结出来的十大问题 如果就听过佛教哲学 和听过佛教通史 就了解一些佛教义理的 或者说学过一些的 听到这十个问题都会吓到 为什么呢 这十个问题真是每一个问题 都会把你吓到 这都是刀刀致命的问题 都是地动山摇的问题 对于这十个问题 每个部派都有自己的回答 也因此形成了各部派 他自己教理的特征